211香港經濟日報 題材類股份超跌博反彈 2015年7月10日投資理財B02投資專輯港股經過週三急劇震盪後 昨日上演復仇戰 次急升876點或3.7% 帶動一眾極度超賣的股份應升急彈 中港股市有望轉定 超跌股仍存在反彈空間 投資者可小住級納政策受惠及具增長性的題材股 包括互聯網家 水務 醫藥 基建及軍工股 金山軟件03888 亞女系股份亞女影業01060 及亞女健康00241受惠互聯網家政策推行 將可提高企業務增長的潛力 金山積極開拓雲業務受累近期港股急卸 三隻股份由6月初至今淚跌30%至45%不等 淚跌幅度相當大 相信市況趨勻 有望順勢反彈 金山軟件近年積極拓展金山運業務 去年12月提出Tone Cloud戰略 承諾未來三年投入10億美元發展運業務 現時金山運泉處服務的日均上傳數據 兩岸年大升1.4倍至296次 此外 集團先後與中國電信00728 及金碟國際00268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在雲計算、數據中心等領域展開合作 招商證券指出 首遊業務是金山2015年的主要利好因素 金山於下半年陸續有四款遊戲推出 其中劍俠系列號趙力街 相信可吸納更多用戶 金山股價作急升近三成 建議於21元小柱吸納 短角W望25元 跌穿昨日低位17.08元而指4 亞裏健康增長空間大量一方面 亞裏健康獲母公司阿里巴巴入主之後 成為亞裏整合醫療資源及推進的健康戰略資本平台 集團核心業務分別為亞裏健康亞及藥品電子監管馬 市場憧憬亞裏健康業務增長空間大 早前夜炒 股價最高升至14.32元 現價裏跌幅度甚大 建議可於5.75元小柱吸納 短角W望8元 跌穿昨日低位4.65元而指4